众所周知,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有五个孙子,乔治王子、夏洛特公主、路易王子、阿奇王子和莉莉贝特公主。 然而,据英媒《竞报》4月21日报道,虽然查尔斯都很爱这些孩子,但他与每个孩子的关系都不一样。 乔治王子、夏洛特公主和路易王子因为长期生活在查尔斯身边,所以他们与祖父的关系密切一些, 但住在加州的阿奇王子和莉莉贝特公主却因为很少与查尔斯见面,而与祖父的关系有些冷淡。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 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银档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毫无疑问,9岁的乔治小王子在查尔斯的心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毕竟他是国王最大的孙子。 当乔治出生时,查尔斯就为第一次成为祖父而欣喜万分,他感慨道, 做爷爷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是一个独特的时刻,我为第一次当爷爷感到非常自豪和高兴。 为了纪念这一重要时刻,查尔斯甚至在巴尔莫勒尔为乔治建造了一个植物园,并以乔治的名字种了一棵树。 而在5月6日国王的加冕典礼上,乔治王子更是被为以重任,他将以首席侍从的身份陪伴在祖父的身边。 夏洛特公主的名字则是直接向她的祖父致敬。 2015年5月,在夏洛特出生几天后,当时还是威尔士亲王的查尔斯去了庞德伯里小镇, 他激动地告诉当地民众,我希望能有个孙女,在我老了的时候照顾我,并形容她非常漂亮。 查尔斯对这位七岁的孙女真的是疼爱有加,甚至为她保留了一个非常尊贵的王室头衔。 王室作家罗伯特·约翰逊在他的新书《我们的国王查尔斯三世男人和君主》中透露, 夏洛特将会成为未来的爱丁堡公爵夫人。 罗伯特解释说,虽然现在的爱丁堡公爵是国王的弟弟爱德华王子, 但查尔斯明确表示,在爱德华去世之后,这一爵位将由夏洛特继承。 而马上满五岁的路易王子虽是查尔斯的第三个孙子, 但他与祖父的感情似乎比他的哥哥和姐姐更加亲密一些。 在2020年路易两岁生日的时候,查尔斯就曾发布了一张感人的照片, 照片上他拥抱了当时还在盘山学部的路易小王子。 而在已故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白金喜年庆典上, 这一暖心的孙辈关系更加引人注目。 查尔斯当时抱着路易坐在自己的膝盖上, 任凭调皮好动的他上蹦下跳也不生气, 一位王室粉丝对此更是评价说,查尔斯与路易的感情最好。 但比路易小一岁的阿奇王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自从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搬到美国之后, 查尔斯就几乎没有与小阿奇共享过天伦之乐。 回首查尔斯曾自豪地看着阿奇受洗的那一幕, 不禁令人心酸。 据悉,查尔斯与阿奇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去年女王的白金周年庆典期间, 而在她的加冕典礼上,阿奇将不会出席, 届时她将和妈妈梅根留在家中。 对此,一位消息人士告诉太阳报, 国王很难过,他很失望。 至于最小的孙女莉莉·贝特公主, 可以说,查尔斯与她相处的时间最少, 到目前为止也只见过她一面而已, 就是去年她和她的父母以及哥哥阿奇一起来英国的时候。 那时候,莉莉·贝特刚好要过一岁生日, 这也是她出生后第一次来到英国。 谈到这次会面, 一位消息人士说, 国王,此前没有见过她的孙女莉莉, 所以见到她非常激动,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妙的事。 显然,同世界上所有的爷爷一样, 查尔斯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多见见孩子们, 他也曾坦言, 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陪孙子们一起玩耍。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根据王室近期晒出的照片, 路易王子似乎收到了哥哥乔治王子送给他的一件就衬衫, 他穿着哥哥之前穿过的一件衣服, 出现在了曾祖母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生前拍摄的一张照片上, 这张照片是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在近期发布的。 为了纪念女王的97岁名诞, 王室分享了一张从未公开的照片, 照片中这位已故的英国君主被她的孙子和曾孙们包围着。 这张照片是威尔士王妃去年夏天, 全家去阿伯丁郡巴尔莫勒尔旅行时拍摄的, 照片中女王坐在沙发上, 旁边是乔治王子, 夏洛特公主, 当然还有路易王子。 之间, 夏洛特公主穿着一条红色的碎花裙子, 这条裙子之前没有见她穿过, 站在C位的她比以往更加强劲了。 不过, 路易王子的风头不减, 因为一件衣服抢走了其他人的风头。 照片中, 四岁的小王子站在曾祖母身边, 旁边是她的表妹伊斯拉, 菲利普斯。 路易王子咧着嘴笑, 穿了一件蓝白相间的纽扣衬衫 和一件钟领衬衫。 事实上, 这件条纹衬衫似乎与乔治王子之前两次穿过的衬衫一模一样。 2017年, 肯新顿宫发布了乔治王子的笑项, 以纪念她的四岁生日。 这张照片是由皇家摄影师克里斯·杰克逊拍摄的, 照片上威尔是王子和王妃的长女穿着蓝白条纹衬衫, 笑容满面。 这件名为purplein衬衫泡泡沙兰的长袖衬衫, 来自法国西班牙精品店的Make Kids, 这是王室最喜欢的品牌。 这件衬衫目前在他们的网站上的零售价为74.25美元。 在路易出生前, 乔治王子也曾在2017年为当时的剑桥夫妇的圣诞贺卡穿过这件蓝色条纹衬衫。 这张稍显正式的照片是在工作室拍摄的, 乔治和夏洛特站在父母面前。 这不是路易王子第一次从他9岁的哥哥乔治王子那里收到衣服了。 2020年12月, 路易在伦敦帕拉迪姆艺术中心的红毯上首次亮相, 他穿着一件来自阿妹的Redwing蓝色夹克, 售价115英镑, 这是他哥哥三年前在白金汉宫举行的年度圣诞午餐上穿过的。 同年, 路易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会见大卫阿腾伯勒爵士时, 又穿了一件Wild and Gorgeous品牌的美丽奴羊毛套头衫。 2016年, 乔治王子在剑桥夫妇访问加拿大期间穿过这件毛衣, 两年后, 最小的王室成员出生了。 去年6月, 路易王子甚至穿着他父亲的迷你行水手服, 参加了英国皇家阅兵, 而30多年前, 威廉王子也曾在1985年参加过同样的活动, 当时他只有2岁。 2019年, 路易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首次亮相, 穿着从他叔叔哈利王子那里借来的蓝白相间的衬衫和配套短裤。 在这张此前未公开的照片中, 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年轻的王室成员坐在他们心爱的杆杆旁边, 面带微笑。 除了乔治、夏洛特和路易斯、 米亚、卢卡斯和利纳廷德尔以及萨凡娜和艾拉菲利普斯也出现在照片中。 站在后面的是女王的孙辈, 路易斯蒙巴顿温莎夫人和威塞克斯伯爵詹姆斯, 后者是现任爱丁堡公爵和公爵夫人的儿子和女儿。 15岁的威塞克斯伯爵詹姆斯长得真是越来越帅气了, 长得和威廉王子真是很像。 还有安妮公主儿子彼得菲利普斯的两个女儿长得也很漂亮, 英国王室不法长得漂亮的孩子啊。 然而, 照片中没有苏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的两个孩子, 阿琪王子和莉莉贝特公主。 哈里王子和他的妻子梅根, 马克尔于2020年卸任王室高级工作人员, 此后全家搬到了美国。 哈里王子将于5月6日星期六返回英国, 参加他父亲查理三世的加冕典礼。 然而, 梅根将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待在加州的家里, 因为加冕典礼当天是阿琪的四岁生日。 白金汉公在本月初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白金汉公很高兴地确认, 苏塞克斯公爵将出席5月6日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加冕仪式。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将与阿琪王子和莉莉贝特公主一起留在加州。 几个月来, 人们一直在猜测哈里王子是否会参加国王的加冕典礼。 此前有报道称, 在哈里王子接受邀请之前, 他曾要求父亲查尔斯王子和弟弟威尔士亲王向他道歉。 在他的回忆录出版之前, 哈里王子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和解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 威廉·凯特发布的照片中, 没有哈里夫妇。 查尔斯国王前天才发了一张有哈里夫妇的全家福, 有人猜测, 威廉夫妇和哈里夫妇的矛盾肯定升级了, 不然威廉发布的照片里不会没有弟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